哈囉大家好我是Yuna 今天我們要來 登登 最後的專輯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寄來的時候 這邊還凹了一個小角 這應該也是個簡單的開箱 畢竟它是個環保專輯 它還有一個這個欸 是特點欸 我們先從特點開始看好了 拆給大家看 這有點好看欸 它是長這樣第一張是透明的 壓克力的 喔這好好看喔 這我喜歡 第二張是長這樣雷射的 這小卡物很可以欸 這個特點 然後它有一個小的這個folder 就是長這樣 我覺得這特點還蠻可以的欸 不知道另外一個的卡片是不是都一樣 欸不一樣欸 後面的小卡不一樣 哇 這張好好看喔 超喜歡它這個造型 就是有帶小蟲帽 大家一定對環保專有很多的 怨聲載到 現在才紅色的好了 我是真的是覺得很好 這是要收運費的 它記得 兩個紙片給我還要收3000塊的運費 外包裝哪這樣 我一開始以為 是個盒子 從旁邊有個單 打開就像這樣 哇 哇 兩張貼紙 我覺得這個可以貼在筆記本上面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邊打開是像這樣 然後有小卡 就是兩張數位 一個是那個 Waiver的集點卡 一個是環保專的卡 帶來兩張小卡 然後我抽到的是這兩張 背面這樣 說實在話 透過這張專輯 我覺得我認識了一個全新的J-Hope 跟新的音樂風格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 原來這邊還有個PRO OUT 藍色的貼紙 喔 有不一樣的小卡 然後背面這樣這樣 我個人覺得特點的小卡 比較好看 就是質感比較好 然後蕾色 專輯裡面的小卡 就是霧面 然後是普通的 稍微說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我真的覺得環保專 不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因為它有送特點 所以我覺得有稍微 平復掉我一些 不太開心的感覺 如果沒有特點的話 真的比較不划算 很喜歡這一次的造型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一次的音樂 不是那種 大家很熟悉的K-POP 但是我覺得 有不一樣風格很好 最近才看完美國的表演 現場表演真的看起來很讚 就是非常的活躍 大家我現在要來測試 看看這個QR Code 因為我第一次使用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它還要下載一個叫做 Weaver Albums的App才能看 進來之後會有一個掃的這個畫面 然後就是可以掃它 加然後download 我就跟大家口頭分享一下 裡面大概有幾張照片 然後我覺得這個數位專輯如何 裡面有一個一分鐘的影片 我這樣滑下來應該有二三十張照片 然後裡面有photocop 然後media裡面就會有照片 有單取 可以在這個App上面買其他的數位專輯 它用下來是覺得沒什麼的感覺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就大概有這麼多照片 photocard 是只有這一張 目前我用下來 覺得 嗯 我覺得用起來不怎麼樣 就是 嗯 總結來說 如果十顆星的話 我可能會給四顆星吧 因為加上特點真的有好一點 不然有沒有可能三顆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期待我們下次見 安喲